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是两部曲 其中一部分 我还会选一个玩具跟大家分享 1200集本来预计跟九周年会差不多是同时期达到 但是因为一月份发生了YouTube频道被盗走的事件 所以就delay了很久 拖到现在 事情发生就发生了 不要再多提了 九周年的时候 我有针对最近看了一篇留言 我有发了一些牢骚 主要就是有人认为我是不是 又在报官方的DOT 之后 你们有兴趣回去看九周年那一集 欢迎你们回去看 那今天1200集的话 我们就不要讲负面的留言 我们讲一个让我看了开心的留言 其实九周年以来的话 1200多集的变形机缸开箱 加上非变形机缸类的话 其实我总共的影片 在YouTube上面最高的记载量是1800多部 那有一些留言的话 会让我很无恶心很开心 看了会很感动 那我 因为有些东西年代九月 而且找不到截图 我就找一个 最近让我看到的一个非常温暖的留言 那我想它是最让我感动的留言的 number 1 应该是可以的 那这是IG上面发的 我会把它放在这个画面的这个地方 各位 就是这个位置 那主要是有一个小朋友 我推出他年纪应该不大 年纪大一点 应该就不会这样被我骗了 他说他希望长大以后成为胡夫大 OK 以我们这种40岁的大叔来说 如果看到有小朋友立志说 我长大想要成为胡夫其社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很感动 也很震撼的 我们觉得 当然我也可以很谦虚 很矫情的说 哎呀 没有了 我没有很好 你不要学我 其实这样讲是 确实是有点 就是 对不对 太谦虚 其实也是一种虚伪 那我就接受了 我相信我自己有一部分的人格魅力了 应该是有了 不然也不会就做这么多年 对不对 而且除了说做酒是我赖着不走之外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 就是我被大家说嘴的东西可能不是那么多 那我们自己有我们自己一把尺 那最主要是我们自己包容度也很大 然后随着各种东西的一个发展 你可不可以看到这个小朋友他发了这个IG的缩图 是一个A.1的Cosplay的一个照片 那他这个动态是我 我一月底的时候就拍了这个Cos的外拍之后 我发出来 然后他才又去发这个动态 那很显然的 我相信有非常多的人会非常的可能是有点羡慕我 就是说 为什么我这个状态下就是有老婆有小孩 然后一男一女的儿女双全 然后有这么多的模型玩具 做个开箱 还有人愿意跟我们做网络上的各种互动 那现在怎么又那么幸运呢 又可以常常约到小姐姐出去 出去照相 这不是人生胜利主吗 这是什么呢 其实没有 其实我过的生活是非常频繁的 我是说真的 我我们的生活压力也是很大 各种的大大小小的事情还是很多的 只是我们就是报喜不报忧 因为我们没有必要把全部的不如意 全部的压力讲给各位听 没有意义 我们你们看我的节目是想得到一点快乐 不是来看我的节目 听我发牢骚吐补水的 所以这一集的话就是讲一个正面能量的东西给大家听 当然我相信很多人已经把我的节目当作是一个心灵鸡汤来听 这个不是疑问句 我想是一个肯定句 那我也很谢谢各位 愿意有说把我的话当成一回事 那今天的话 人家想成为我 这个当然是让我们很感动 那我也会更夹着尾巴做人 那就是可能他羡慕我 我不知道他在羡慕我哪个部分 可能是羡慕我就是吃喝玩到 他们都多有 其实其实soso 我可能就是买的模型多一点 收集的模型多一点 然后老婆就不太干涉我们的休闲生活 然后儿女都有 那然后有时候就是照照相 跟一些小姐姐一起合影啊 拍拍照什么的 然后还可以就是跟一些就是这个这个这个口色有配合啊 做一些商业的这个照片的贩售什么 还有钱可以收入啊 那他可能觉得这样很棒啊 确实我也觉得很梦幻 我我以前我也没有想到说 有一天我会会变成今天这种生活 确实比我自己要预过来来的好 那这个前提是建立在说 我们是有牺牲有有有奉献的 你像我们这个我举个例子好了 最近像像我这台这台相机 这个是全幅的相机 Sony 的 A73 加镜头啊有的没有的 还有这些离闪的装备 你加点台币是将近将近快要十万块钱 台币将近十万 对那个也是我们要有一个很 了不起很有勇气下去投入啊 然后又运气很好 那遇到一些贵人这样子 所以有时候了 就是也不是你想成为我 你就可以成为我啊 这样讲好像 好像很了不起啊 啊确实是我承认我的成功 我不敢说我成功 就是我今天的这个际遇来讲 很多的是有有运气的成分在 但是不管运气怎么样啊 我们自己是有在做准备的人 我们是我是心里面是有那个计划的人 所以才会在机会来临的时候呢 我有手可以空出来去抓住他 那我希望这个跟大家做一个勉励 对不对 你机会啊命运啊 运气呢固然是成功的一部分 但你必须要随时或者是事先你就要做好 抓住机会的这种准备 会计学的男老师 他讲话可能就跟我这样差不多就很三八 然后动不动就开黄枪 然后会就是还蛮能哄人开心的 那但是讲的话又有那么点道理啊 那我觉得我跟他应该是 我觉得我不自觉的会有跟他很接近 不过这个都是事后回头去想才会发现自己像他 而实际上我在做节目这几年的时候呢 坦白来说好了我本人叫做林某某对不对 胡夫奇色可能只是我的各个面向中的其中的一部分啊 那我扮演我啊 我扮演胡夫奇色已经九年了 那我跟胡夫奇色是互相在认识 挺好我林某某跟胡夫奇色 我们两个我们是两个我们是互相在认识 透过林某某来看胡夫奇色 胡夫奇色再回去看林某某 其实我对我自己越来越了解 我的毛病缺点 还有我自己一路以来的一些 自己不知道自己的秘密呢 在两个人的互相探索当中 我越来越了解自己 会去问对方 然后对方会想一个答案 然后我们就互相了解对方 听起来好像我人格分裂啊 但是确实就是这样子啊 我跟我林某某跟胡夫奇色 两个人是互相在认识对方的过程里头 然后让自己的一个身影身形 更加的清晰更加的轮廓更加的明显 当然不是叫你做影片来发现自己是神经病啊 不是那个意思 那我们回到原来的标题就是说 我没有崇拜的人我想成为谁啊 简单来说呢 其实呢 我探索出来之后 其实我自己 有曾经这样整理过 我希望我可以有这三个人的特质 那这三个人当中已经有两个人 已经不在人世间了 这两个人都是在我做节目的 这九年里头过世的 我也看先猜 先给各位十秒钟 你可以猜猜看是哪 哪三个人 对不对 我如果你真的能够猜得到了 如果你真的能够 你摸摸良心 当然我没有办法理解 你是不是真的猜到了 但是你不妨你趁这个时候你可以发个弹幕补个留言 你觉得 你觉得我身上最希望哪三个人的特质 好了 时间已经到了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讲好了 我们从已经过世的人开始讲好了 首先第一个人叫做李敖 就李敖 李大师 他是我个人觉得呢 我希望我身上有他的特质 他真的是一代狂人 那有时候他确实有时候讲话 有时候他也是蛮会断章取义的 可是你会觉得那个 以我们这种也会断章取义 取义一样是王八蛋的人 来看这个老王八蛋 我们就有理解这个老王八蛋 其实很有一手 他有时候断章取义 你那个刀切下去 你也要切得好 切得没有 你才能够有那个效果出来 可能我们是 可能不知道是我像 我学他还是说 本来我就有一点 他的那种style 但是不管怎么样 不管他讲得多还是怎么样 他肚子里是真的 人家是真的有东西的 他读过很多书 非常非常有才华的一个狂人 那种那种狂人的气质 是要配合肚子里面有东西 那我一直很希望说 我可以跟他是一样的那种气质 那第二个人 可能台湾的朋友会比较熟悉 当然大陆朋友可能也会知道 就是台湾的一个秀场天王 叫做诸葛亮 他现在也已经不在了 那诸葛亮可以说是我们 那个年纪的 我们是1977年 我是1977年出生的 民国是66年次出生的 那如果你是这个 这个时代出生的人的话 你可能会 就是会 看过很多他的一个秀场的主持 他是一个 很会拿自己开玩笑的一个主持人 身段放得非常的柔软 那这个部分呢 跟李敖的这个部分呢 可以说是反过来的 当然两个人肚子里都有东西 但撞的东西不一样 一个是属于就是比较真材实学 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 表演是秀场上的这些 临场反应这些的 那但是身段来讲的话 两者可以说是完全是相反的 那如何去拿捏 在什么事情上面呢 你要像李敖一样坚持 什么事情上面 你要像诸葛亮一样 可以自我解嘲 身段放得很柔软 这个是你人心要 这个也是我人心要学习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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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功课了 那这两位呢 现在都已经不在人世了 那么第三个 是唯一目前还在的 这个人就是谁呢 这个人叫做费玉清 那可能有人现在说 对了对了 你就是最像费玉清 这个 不得不提啊 费玉清的 这个讲话的那种 风格啊 魅力啊 什么的 对 还有会 有时候就是会 他有一些黄色笑话 实在是让我觉得 可能我一辈子都跟不上他 那种 就是 呃 看起来很斯文 然后 可是那讲的话就是 会让你会心一笑的那种 黄色那种梗 我就觉得 可能一辈子 我可能到老 我都会想要继续 跟随他的那种style 下去做了 那今天的话就是 就是跟大家分享 这也算我内心的一个小秘密啊 就是说到底我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 那我就说这三个人 对不对 是我很希望我可以身上都能够融合这三个人的特质啊 那我很感谢 有观众朋友呢 愿意就是以我的 以我为人生的目标了哦 对那我就 好吧 你很右眼光啦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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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自己夸自己 拐个弯自己夸自己你看看啊 好啦那就我我必须要说了我也必须成的难怪你会羡慕我因为我真的我我自己我自己都很羡慕我自己的人生啊就是那我顺便提一下啊有些有些观众朋友可能你是发了我的节目不是那么久以前我我再多讲一个事情好了其实其实我啊我啊这个我现在是确实是有老婆小孩对不对可是其实呢其实呢如果你看我节目很多年哦如果超过我啊我啊这个我啊这个我现在是确实是有老婆小孩对不对 如果超过超过七年以上的你可能会知道我是就是之前的话我是对我是在大陆结婚然后离过婚之后回台湾之后我才再结婚那我现在的太太是我再婚的对象然后呢我女儿呢就是我有时候发照片的我女儿其实也不是我亲生的女儿她是我现在的太太跟她前夫所生的但是我们那我自己的我儿子是我跟我前妻生的所以我太太是 我是带着她的女儿我是带着我儿子我们是一个新的一个重组家庭对所以但是我们就是我们就是一家人嘛对不对那就是你们就是知道就可以了你有有时候说现在有时候如果如果你们会觉得说我女儿跟我不像啊她也有越来越多人说她跟我长得像我我都替她感到悲啊糟糕你像我就很麻烦了我爱这些如果你们觉得她跟我不像啊或者是我儿子不像我太太的话这个都很正常的因为就毕竟是就是没有直接的 在血缘关系可是我们的感情的话是当然都是比亲生的父母亲啊什么的可能要浓厚很多很多因为我们已经一起生活这么久了那这个也是属于我人生的一部分啊就今天的话就是因为我怕有时候有些朋友就是会有误会啊那可能老的观众跟新的观众呢会有时候鸡同鸭讲大家讲的不一样啊那有时候知道说你们有些确实有时候有一些留言我会觉得 就是可能大家资讯不够透明的关系啊那大家都没有恶意但是就是因为资讯不够流通啊所以有时候网络上大家会有一些小小误解啊我就在这边跟大家提一下啊那么今天的话就1200集呢就怎么样过去了啊那对我来讲就是今年度最大的一个变化呢还是要提一下就是这个摄影的这个部分啊那因为我我这个等于是我的第第应该是我第四份的一个监裁了 应该说第三份监裁啊就是我一个正职啊就是一个正式的一个工作然后就做开箱影片啊做网拍然后就是现在是做一个摄影的一个工作那摄影的工作的话是收入的话是有多个管道的啊当然有一部分是就是贩售这些写真啊什么的那这个都是有些是我买断的有些照片是我买断的那有些是跟人家合作的就是要拆账分账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这都是我这这这三份啊就是开箱影片网拍跟 摄影这三个部分呢都是我做这个开箱影片的这个资金的来源都是来自于这里因为我这个本职的这个工作呢这个部分的这个薪水的话呢是必须要拿来所谓的养家糊口用的啊那如果其他要吃喝玩乐玩模型玩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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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机啊什么这个东西的话呢啊你就必须要从这另外三个地方呢自己自己想办法去凑出这笔这个这个这个资金来跟大家就是来来玩就对了 也就是你要你要玩乐的这个资金呢必须从你的玩乐里头呢去去把它经营来啊这个就是我我现在的一个一个目标一个玩法那像我去跟这些愿意做做这个电子显存贩售的这个小姐姐们聊天我也是这样跟他们讲我说你一样出去照相啊你跟别的摄影师照相拍完照就算了啊但是我的话就不一样啊我们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我是做正经的配合就是可能我可以把你的东西商品化 之类的这些啊那OK总而言之呢就是我的时间来讲的话并已经刚的这个开箱的一个影片是不会不会停止但是在于于这个呃时间的分配上的话是一定会有一点点不一样那我也很感谢呢每个月每个月每个月哦至少都有20到30个朋友呢是一定会购买我的这个就是拍的这个写真的产品我非常非常谢谢你们25个到30个 左右差不多每次都有每次扫黄都有你啊就是非常谢谢你们有些人就是每每一期都不辣的这个一定会一定会购买那也有一些是真正的摄影朋友是真正的摄影朋友会给我提一些非常非常宝贵的意见各行各业的人都有啊有人是做动画的有人做平面设计的那大家给我的影片给我的这个照片的回馈呢我都有记起来 那我都非常感谢你们我相信我我也会越拍越好了啊那么就是谢谢各位这1200机以来的支持啊那么简单的说呢最近的话还是继续以这个呃官方的玩具还是会优先做一个分享那么就目前的话了啊这个第初系列啊我个人的感觉还是比较好啊 只是这个入手价格的时间点而已啊其他的话这些玩具说是啊官方的玩具最终还是我已经不下数次提过了啊最终官方的玩具还是王导时间会还给我们一个拱到啊好吧那就谢谢各位呢就听我废话到这边啊1200集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那就谢谢各位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